我覺得他最失言的一段是什麼 問他郭在清的事情 還拿被爐渣的事情 他說黃偉哲哪個派系 郭在清哪個派系啊 意思是說不是我們新潮流的 不管是哪個派系 就算是新潮流系 我也四不兩立 代表說你有沒有心要當總統 賴清德我覺得他 他們民進黨執政的包袱 還有我跟你講啦 做久了都糟糕了 我是覺得 絕對的權力 絕對使人符號之外 他也管不出他下面的一些派系 這是我的看法 就算他又想要去 把他做出民進黨2.0 但是我跟你講 可是他自己就是派系 對 他自己就派系 新潮流系發生那麼多事情 我覺得他最失言的一段是什麼 他到學校學生問他 對 他這就是傲慢 問他郭在清的事情 叫你舉出示證 還拿被爐渣的事情 他說你去看看黃偉哲哪個派系 郭在清哪個派系 意思是說不是我們新潮流的 有時候不是你講什麼 是人品覺得是什麼 你這個民進黨下面的派系 你管是哪個派系 是不是你新潮流 你新潮流有別拖啊 你都要包啦 你應該有所為 就是說有為者一若是 對 不管是哪個派系 就算是新潮流系 我也事不兩立 都要出力 對嘛 對 我覺得那很嚴重的失言 代表說你有沒有心要當總統 沒有心 其實他一開始出來我都覺得他沒有準備好 他很多的國政還有他的論述 其實他那時候我認為前三個月 他都還沒有準備好 現在才慢慢進入那個狀況 而且他因為他們全面執政之後 立法院變成行政院的立法局 所以他被包得太緊了你知道嗎 他根本不用出來講話 他有行政院長 副院長 各大部會的部長 立委 不分區 市議員 網軍 策異 媒體 整個包好好的 所以他根本已經接觸不到民意的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館長 所以不管他要怎麼做 他其實某種程度已經被綁架